印度文化交流餐廳 在深圳 湖喊 西安 厦门 成都 日本 新西兰 欧洲 美国 还有其他的国家 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体 还有人间消费 还有客流量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边客人什么样的客人都有 就是有年轻的有老的都有啊 然后平常说比就是八十多一百个城 因为平常我们那里是有一百多一百二十个人 但是最佳的时候就是人比较多 两百多三百个人 我都做过那个餐厅经历 餐厅中经历 还有餐饮部的中间 这下做完以后呢 2011年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印度文化交流 交流餐厅 在经营之间呢 也有很多名人来放过 比如印度祝华大师 西安市长 还有武当的大师 平时我也会帮助很多人 一些睡觉 还有一些老人 等等 看通行业 我们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中国的第一个中英文化交流餐厅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们这边有每天拜扬就是 ボリボード舞蹈 还有呢 我们那个外面印度飞兵 还有印度游家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团队 都是印度人 还有我们的整个那个装修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从印度进的 咱们这个在阿尔华伊里这块这个地方一个非常接近非常方便 再一个就是说这边这个菜的味道也非常好 咱们这个演出啊和这个服务啊都非常非常好 就是不管是咱们印度的服务员和中文说的也非常棒 所以说顾客我们进来以后感觉点菜呀这方面都非常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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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